大家不想請問 詐欺烈的過程是有多少人手機 傑惠沒有聲音 傑惠沒有聲音 抓住了,你多試一次 任夢 可以嗎?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是進行一個代號高院的臥底行動 目的主要是針對一些有組織的集團 他們透過一些倫敦金的詐騙 作為一個掩飾去進行一些詐騙的活動 我們經過深入的調查之後 我們是掌握了兩間有組織的倫敦金詐騙集團的證據 和他們的運作 而這兩間倫敦金的公司 他們會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例如WeChat或者微信去吸納一些投資者 而這些投資者是來自香港、內地 甚至是香港鄰近的國家 包括新加坡、台灣和馬來西亞 當我們掌握了這兩個集團的犯罪模式之後 我們派出臥底的探員 深入這兩間倫敦金公司 作為一個經紀 然後我們掌握了這些證據之後 是在今天採取一個拘捕的行動 而這次我們也是調配了超過二百多名的警務人員 當中是包括我們三合會調查科、讀品調查科、相聚科和網聚科 以及我們PDU的提示 而我們的拘捕行動會在今天中午後進行拘捕 亦都在較早的時間 我們搜查了分別在尖沙咀和觀塘的兩間倫敦金公司 而成功拘捕了五十四人 當中亦都是包括四十九男、五雷 年齡是介乎十六歲至三十八歲的 而被捕人士當中 亦都是包括這兩間倫敦金詐騙集團的董事 股東、負責人和經紀 罪名是截嚴村謀行騙和洗黑錢而被捕的 而我們行動之中亦都是檢獲大量的現金 多部的電腦、手提電話、銀行卡 甚至是私宜詐騙的一些交易的文件 而同時亦都是扣押了這兩個集團 旗下所擁有的三部名貴房車 包括兩部Porsche和一部Benz 而這兩個集團 亦都是用了一共十八個銀行戶口 去進行一些詐騙 而當中所掀涉的金額是一百三十七萬 與此同時 我們亦都是凍結了一個五百萬的市價的住宅物業 而我們警方相信這次的拘捕行動 是成功瓦解了兩個有組織的 以倫敦金的詐騙模式作出虛弱 你不是說多少人受見 和他們行刑的手法是怎樣欺騙人的嗎 剛才我所說過 就是他們會透過 首先他們會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去吸引一些比較年輕的市民 去進行作出一個投資 當然是聲稱有一個巨額的回報 而這些投資者可能是沒有看清楚一些合約的內容 而是簽了一些授權書給這些經紀 而由船權所有的買賣就會交由這個經紀去處理 當中可能是這個經紀到最後都會告訴投資者 你們所有的資金亦都是沒有賺的了 最小的授權者是變成最大涉及的金額嗎 這裏詳情就變成一個年齡的分佈會稍後再交到 運作了多久 至於如果投資的細節 我交由總督策去和大家去解釋 那運作了多久 我會講講詳細的整個運作 以及怎樣去騙受惡人 那我們的調查當中發覺這些詐騙集團 是成立這些融資金公司 是租用一些商業區的高級社持樓 作為這個員工的培訓和見客的融資 他們會假冒一些國際的知名投資公司 去招聘一些年輕人 想賺錢的年輕人加入他們的行列 集團的主管會教授這些年輕人 怎樣去誘騙這些受害人 作出投資以賺取高昂的融資金 集團的大部分成員都是男性 但他們會利用一些社交媒體 假扮美少女向受害人虛行問戀 他們亦會虛構一些投資回報放上網 以證明自己的投資眼光 從而有變受害人投資 當受害人成功騙到受害人投資之後 他們會用各種藉口 騙取受害人的授權書和交易密碼 而進行頻繁交易 所謂的交易只是和公司的虛擬對賭 這些公司並沒有本房去監察實際的市況 他們會在短時間內進行多次交易 以渣乾受害人所有的資金 當資金被渣乾之後 他們會希望受害人再次注資 而是虛報利潤和更改網上交易密碼 令受害人無從稽考無從查證他們的回報 最後當受害人發覺投資被騙取之後 他們的公司亦會更改公司的地址和名稱 以逃避受害人和警方的追查 警方在此呼籲 所以倫敦金是一種高風險和高槓桿的投資產品 切密是輕信這些匪徒的花言巧語 另外社交媒體其實容易隱藏身份 令到被這些匪徒用作犯案的工具 所以想想大家亦都謹記 和你溝通的美女經紀 其實可能是這些集權 集團成員的一些男性集團夥伴 你沒有負責借錢去投資嗎 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 但現在暫時需要再向這些被捕人 做深入的調查 是有任何新的方法用在這個公司 是有任何新的方法用嗎 新的方法用來推薦會 他們會承諾是一名名秘密公司 並會寫出公司的網站 所以他們會引起被捕人去投資 主要目標是在地址和內地址 所以他們在主地上 或許多人不懂英文 所以他們難以為他們確定 公司的公司的名稱 受害人有多少牌食?最高涉快的客人有多少錢? 現在初步他們的投資計劃有些可以去到一百萬 如果有個別的大客人可以去到過千萬左右 多少人手? 我們現在暫時正在統查相關資料 最少有? 或者手上不經營? 手上暫時未有這個實質數字 但戶口上已經有超過二十幾個戶口凍結了 這些戶口其實就是顯示到相關受害人的規模 想問一下這次拘捕的一個集合 上星期講到他們可能有受害人 還有現在拘捕星也講到他簽了受害人 所以他在後期討論步驟的人 是否是一個所簽的受害人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平衡支持行動的細節 但我們的行動來講 是會有臥底的探門 是被拘捕了進去做銷售的 我們在搜證方面都是加強了 對於他們行動的意圖上加強了 希望就做這件事加強好 我們檢控了 有沒有單一最大選擇? 這個還需要統治 其實我們在點算當中 那或者可不可以我們在下一部分再跟大家交代? 其實臥底的探員 其實他主要都是能夠 是參與他們這些這樣的集團的會議 也都了解到他們的集團的計劃 從而是證明到他們的行動的動機 那這樣全民憂之後 運作了多久? 這間公司運作了約兩年 所以不斷轉公司名字? 是的 其實他也不斷轉公司名字 和轉公司的地址 兩間公司有沒有關聯? 兩間公司我們都不排除他們有關聯的 但要再深入調查 謝謝大家 謝謝